那么阿弥陀佛 遇到这种情况 就有的家属不知道住念的黄金时间段 往往人去世才联系住念 甚至有的亡人已经走了24小时 两三天七天 也经过了哭泣 搬动 放冰棺 这个时候才来找我们 我们是否要前去支援 如果不去的话 在寺院挂牌超度回向 可不可以 如果去的话 还是按照正常八小时 24小时那么念佛吗 还是说我们去按超度行事 唱赞 弥陀经念佛回向一个小时 跟他接个园呢 我想总在这讲 是求利益最大话 王者家属请我们 只要我们能安排他过来 尽量还是去 这个去跟在寺院里边 它差别在哪里 去了时候 你可以要求王者的家属 跟我们配合 就通过这次的超度 法会的开示 可以为他的家眷呢 讲述六道轮回 极乐的好处 也让他们增长善根 让他们呢 也形成念佛的 一个基本认识 也参加过念佛 有过念佛的体验 这些你在寺院里边呢 就难以达到 所以我们不光说 对这个王者 还有活人也需要了解佛法呀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难得的 劝化众生的机会 何况对方既然请我们 他都有这个意愿 以让他的家眷呢 心灵得到一定的安慰 佛法的苏解 所以这个原则呢 去的时候不光是搞一些仪式化的东西 因为仪式化的东西呢 看着热闹好看 并不怎么重用 当然根据家眷的要求嘛 你做一点安慰他也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呢 是要有语言的开示 要引导家眷呢 和我们一起文法念佛 那这样时间呢 你可以分为 比如上午下午 安排的宽松一点 也就不必呢 是八小时 二四小时不间断 就总之能宽松一点吧 就是以文法为主 然后文法卸下来之后呢 如果安排的过来 还是有人给念佛 如果安排不过来 也有些念佛机 或者换着班 如果有两堂的话 那么效果就不错了 做不到两堂 那至少是一堂 当然这些没有条件的话 寺院里挂牌啊 操度回向啊 都是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有概念啊 我们去祝念 不光是针对这个亡人 更重要的是要 对他的家眷 要培养佛法善根 是扬上王者一道度 这个呢 才有好的效果 扩大战果嘛 也不至于让人家认为说 这个佛教专门送死人的 那活人都是我们的 更是我们先要预备调调话的 阿玛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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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